白雪 姜博士今天怎么来学校了 他要把大量发明捐赠给学校 校长肯定是带他去签捐赠协议的 一想到马上就会有那么多的优秀发明捐给我们学校 我就激动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姜博士 不用谢 我女儿白雪也在贵校就读 平时就有劳校长和各位老师了 可以不用提我名字的 谢谢 包括咱们必须拦住他们 不能让他捐 不然后果很严重 知道 姜博士的发明从未靠谱过 波罗 加快速度 好的草莓对战 老师 校长说今天有专家过来参观学校 让您去给他汇报工作 让他长点面子 真的吗 这可是校长给我的表现机会啊 您的女儿白雪可是我们学校的学神啊 她肯定经常使用您发明的宝贝吧 呃 她从来不用我的发明 奇怪 您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用吗 校长 我现在给您汇报我的工作 本学期我们帮您一共进行了39次大早出 进行了两次运动会 中学优秀班级25次 不是啦 这是我最怕的王老师 每次汇报工作一个小时 吵得我脑王族 小意思让他尝尝我的脾心发明 闭嘴糖 这次足球比赛中 我们搬 老师辛苦了 请您吃颗糖 黄老师就脏了 把血怎么办呢 怎么办 只能凉拌了 怎么回事 尾巴怎么打不开了 黄老师不能说话了 那是一种用强力浇水制作而成的黑暗糖果 今天黄老师张嘴吃饭都拿了 这下还更清静了 江博士 您的发明就是厉害啊 闭嘴糖 必须马上闭嘴 校长 咱们赶紧去签捐赠协议吧 好好好 赶紧到我办公室去 A计划失败 范石榴赶紧启动B计划 收到草莓对战 嘿嘿 博士 你一定要多发明些好东西啊 校长 我对学校非常不买 我要投诉 投诉啊 那必须要认真对待 江博士 您稍等 有人要给学校提出宝贵意念 看看咱们学校 到了夏天到处都是文字 我们怎么安心学习 颜知有理 小美可以吐槽一整天 这下放心了 你还是太小看江博士了 吐槽怪 下意识 宿舍门前那条臭水沟 你什么时候找人处理一下啊 三 二 一 我爱我们学校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地方 江博士啊 这又是什么厉害的发明 这是幸福丝带 能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 咱们赶紧走吧 太厉害了 佩服 这怎么回事啊 那斯带里加入了能让人精神鱼化的花粉 今天你就是给花小美一把掌 他都会夸你打得好 好幸福 哇 小树 你长得可真好啊 感谢你励坏我们的校园 好幸福 老了呗 江博士太强大了 看来必须使出我的必杀技了 江博士 您是我最崇拜的发明家耶 既然在学校遇到了您 可以演示一下您伟大的发明吗 这位同学有眼光 江博士那真是相当厉害 这是我专门为老师们研发的防作弊眼镜 戴上它这把浮有的透视眼 学生们兇想藏想抄作弊 真的吗 我试试 这个好啊 老师们有福了 哦 果然看得清清楚楚 校长 您这里长了好多毛 哎呀 这里还长了一颗字 这个发明啊 太宝贵了 学校 不敢说 不敢说 是很宝贵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不是 您家里的防暴栈栏是什么原理 我们家的栈栏上面有木 把这个芯片安装在栅栏上 它有语音识别 听到小偷两个字就会自动通电 这个好啊 安装在学校大门 安全系数瞬间提升 哪间学校都比不过我们 校长 您说对吧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学校不可能有小偷了 小偷了 小偷了 你说小偷了呀 他就自动通电了 没看我戴着绝缘手套嘛 校长 你这智商还有待提高啊 发明就很好 别发明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怎么走了呢 我还带了很多发明呢 行动成功 还好拦住了 不然 我又得换人家学校了 咱们上次回到最后